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退休军官为儿童说故事或高雄市志工金会奖。 高雄市志愿服务最高荣耀金会奖今天12日颁发或机优志愿服务人员奖有30人高一志工队等4队或机优志工团队奖、财团法人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等两队或创新服务奖、李林爱玉等两组或机优志工家族奖。 高雄市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为获奖者批挂彩带,其中陈明湘或特殊贡献人员奖,他40岁从军职退休,12年来为儿童说故事有Uncle Fat胖说鼠称号,自编脚本搭配歌曲动作融入传统文化,曾引邀到马来西亚、印度、泰国、中国、北京等地说故事。 李林爱玉或家族志工奖,李家三代八人当志工儿女、丈夫、媳妇、女士及孙子协助受亲人、贫困家庭、儿童、受灾居民度过难关。 李林爱玉表示生命最有价值的是为别人付出家族成员有共同为善理念,生活更融洽。 社会局长姚宇静说,市府从民国八十年起,每两年与社团法人高雄市志愿服务协会共同举办金会奖表扬活动。 现今市区有两千一百多个志工团队及十万九千名志工活跃于社福、环保、寻守、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 今年新增创新服务奖,财团法人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青年志工队,颠覆观念,以志工福。 物模式培养智能障碍孩子自立生活与社会融合表现或外界肯定。 而财团法人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志愿服务祥和第九十三队,并持对烧烫伤及口腔癌术后颜面损伤患者关怀,每年进行超过一百场的校园社区巡回,并研发口爱粽、颜埋、白米、地瓜、细碎肉包粽,让口腔癌患者感受美食及洁性喜悦。